你最欣赏我和最看不惯我的三个点分别是什么 我最欣赏的是你很善良 很没有利益的心 非常的朴实 会照顾每一个人的情绪 最看不惯你的点 有时候你嘴还蛮损的 用三个词形容你对我的初印象 有礼貌 懂事 喜静 长发和短发你觉得哪个更适合我 我觉得 我怎么觉得你短发好像更好看一些 就是更温暖一些 你给我的微信备注是什么 你的本名杨子 你记得我上一次送你的礼物是什么吗 上一次你送我的礼物 你没有送过我礼物 如果我现在非常的不开心 你会做什么让我开心起来 告诉一切我不开心的事情让你开心 假设我们俩合作一部作品 让你觉得这部戏的题材会是什么 我想跟那一部喜剧 就是我们都开开心心的 是那种非常每天就是吃喝玩乐 到各种地方 然后拍完一个戏 就是非常治愈的戏 你觉得我和你谁更去货 你 如果时光可以倒流 你会回去改变一些什么吗 我吗 我觉得没有什么改变的 就都还挺好的 谢谢你 说一件你没有告诉过我的小命运 我好像没有什么事情没有告诉过你了 你相信平行时空的存在吗 如果你偶然发现了平行时空的那个自己 你想对他说些什么 我相信 我会说 嗨 大明星你好呀 我是大明星 如果让你对过去的我说一句话 你会说些什么呢 你现在比以前好看 拜拜四春姐 我们两个巨星回头见啊 来横店来找我 娘子再见